那宝莲灯流行了两三年 看起来依然那么贵气奢华 但是很多的臭宝说养不好 老海你教我怎么养 我觉得我教你怎么养 都不如来点实际的 给你整点便宜的苗让你去练手 看到了吗 就这种苗情的 有的是比这个矮一截 但是一个头的 只给大家做到了一致开头 就是19块9的一个价格 拿回去养的 然后两个头的稍微小一点的呢 基本就这种感觉的 就给大家加了10块钱 29块9 这种两个头的 这样大家就可以适合去练手了 一般话我们遇到养 宝莲灯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一个是下面这种老叶显得很苍苍 你可以这样往下一撇 给它撇掉 也可以留着 看大家 宝莲灯可以撸掉 让它重新长的 它会从这里面 重新长一些个小的花头起来 它对于光照的要求并不高 这个是可以在室内啊 客厅啊书房啊 这些个通风好一点地方去养的 然后呢也有三四个头的 然后价格呢都是慢慢慢慢的会走高一些 基本上都是比较便宜的 这一片都是老花一给你们撐下去的 但是这个时间很长 这个场地成本啊 人工成本啊 它很高 还有一个快递成本 所以说呢 老花一能给你做的 也基本上做到极限了 再低的价格也做不出来了 当然了 如果说要求比较高的花友呢 你们也可以拍这种多头的 多头这个现代价格也便宜很多了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了 它怕冷 怕暴晒 你像在广东地区是可以实现地灾的 尤其是到了南方地区 到了贵州以北 基本上就很难实现地灾了 还是以盆栽为主 很贵气 开完花以后呢 这个可以待很久 也可以剪掉 肥料呢 选通用型的 你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宝莲呢 回去以后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啊 你不换也OK的 但是我给出的建议是 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因为这个花现在还是不便宜的 建议大家买一份好一点的土 你可以用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用一个排水透气的花盆去养它 就不会出那么多的麻烦了 总体来说比较好养 闲着没事 别老往上面喷水 你要真闲的话 用一个潮湿的丝麻布 给它擦擦叶片 没事的时候 那个是可以的 OK吧 摸一摸盆土干了就焦 别的没啥啊 好了 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下单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让我们家的主播 去给你挑一下 尽量的给大家发好的 不好的呢 我们留下来牵插 或者再养一段时间再出 好 就不错 就点个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既在一 白了错吧 嗨 嘿嘿 嘿嘿